NBI集团和MFACE国际有限公司因为无牌经营 结果在国家银行最新的金融消费者警示名单中榜上有名 时隔一个星期国家银行大马公司委员会和贸销部开始有大动作 今天中午12点左右 30几名各单位的执法人员突击检查NBI集团旗下的 槟城Mall商场管理层 执法官突然踩上门 管理层职员和投资者都感到紧张 调查期间有好几名贸销部执法人员在办公室门外看守 禁止媒体记者进入采访和拍照 此外部分执法人员也突击检查楼下的商店 据了解官员没有向商家索取任何文件 只是在店内不停拍照 直到下午5点半 执法人员推着一个装着满满文件的手推车离开办公室 除了文件之外 执法人员并没有带走任何职员协助调查 也没有人针对此事发言 至于商场内的民众对于大阵仗的执法行动 并不以为意继续逛街购物 Mall也是宾岛第一座综合零售及文化艺术生活的购物商场 特色之一就是将网络购物和实体商务整合起来 据了解 MBI的投资者能将虚拟货币转换为积分 并在Mall里头兑换产品或服务 在2015年开幕的Mall距离文化遗产区旅游景点 只是一步之遥 因此被该集团宣称为购物天堂 表示每个月有16万名游客到访 虽然国航将MBI集团列入消费者警示名单 但是当地消费者似乎也没有减少 MTV7 冰城采访报道 MTV7 冰城采访报道 MTV7 冰城采访报道